北京时间9月16日,NBA官网继续刊载30天,30队的赛季前瞻系列文章,今天介绍的是密尔沃基雄鹿,上赛季成规赛战季,自14生38复兴季补入人员,新主帅麦克布登霍尔泽, 丹特迪文森组选秀,艾森尼利亚索尔自由球员签约,布鲁克洛佩斯自由球员签约,帕特卡诺顿自由球员签约,接下流失人员, 加巴里帕克·杰森特里上赛季,是自姆哥的巨星加冕领,生涯第一次,他进入了MVP竞逐试列,全面的技能包,让他在NBA的未来数年里都拥有钢顶之力,受益外线投射能力提升, 自姆哥这一季得奔高居球队之首,另外,他还是雄鹿篮板王,而在助攻和抢断两项数据上,他则位列全队第二,在快攻中,自姆哥球风绚丽,同时,他的搬场进攻能力也提升明显, 在自姆哥身边,密德尔队与之组成可靠的双轮战车,还有布莱德索,他在赛季中期加盟,并顺理成招的占据了主控之外, 但雄鹿的轮换深度,却一直是个大问题,这主要是由于布罗格奔和德拉维多瓦都受到伤病困扰,由于贾巴里帕克的状态不稳,也由于托尼斯内尔和约翰亨森影响力甚微, 但即便如此,即便雄鹿解雇了杰森基德,要助教乔普兰蒂,以临时主帅身份弹对,他们还是在进化后赛首轮,把凯尔特人逼出了极限,而在进入休赛期的时候,雄鹿是无压抑申请, 但三年前,基德拉从布鲁克林兰往这赞雄鹿的时候,他曾被认定是主帅为之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,也被施多斯姆哥的导师, 可随着上赛季中期,基德的因无法带对取的进步被解雇,雄鹿发现,他们又回到了原点,需要再寻找一位进任者了,考虑到普兰蒂也非破解问题的密钥,雄鹿转而考察了普登霍尔泽, 在老鹰职教时期,不帅的履历非常扎实,2014-15赛季,他拿到过年度自家主教练,休赛期,由于不帅对老鹰管理层明示, 表态,他不愿意再掺和球队的长期计划,亚特兰大因此授权,他去面试了其他队伍,在雄鹿的美好祝福下,雄鹿决定雇佣不登霍尔泽, 有趣的是,如果算上普兰蒂这个临时主帅,过去五年,字母哥已然失从过次任教练了,对一位年轻的基石求星来说,这显然不是什么好事情, 这同样也意味着,雄鹿的动革应该在不登霍尔泽的任期内结束了,未来,不帅能否在雄鹿待长久,主要取决于两个问题, 第一,他能否将字母哥的天赋最大化,第二,他能否将支援部队捏合成型,可至少现在来看,这两个问题环都刚寻半空, 当然,未来还有另一条路,类似骑士和勒布朗·詹姆斯的路,那次著名的决定一,会在雄鹿重演吗? 记得吗?当年,正是因为骑士无力给詹姆斯提供帮助,才导致了后者的信心丧尸,进而促成了他将军附带,到麦阿姨的旅程, 雄鹿今夏纸面实力真的提升了吗?就算有,恐怕也是极其微弱的,在封线上,他们失去蒋巴里炮克,转而迁回了老兵伊利亚索瓦,而在内线,雄鹿则见下布鲁克·洛佩兹,提升了深度, 放弃帕克,对雄鹿来说是个艰难的决定,今夏,帕克成为受限制自由球员,生涯中,他把手机伤摧残,上赛季,他勇敢的付出,但收获的评价却褒贬不一,今夏,公牛为他开出了一份两年四千万美金的合同报价,但对此,雄鹿并未匹配,他们能做的只有助帕克好运,雄鹿转而给了伊利亚索瓦一半三年两千, 一百万美金的合同,后者生涯的前几个赛季,都是在密尔沃基度过的,上赛季,土耳其人场均只能贡献,十点九分五点几篮板, 可雄鹿高层却认为,他才是自目的身边更适合的搭档,因为他能投射可以拉开空间,同时,他也不会抽撞,能干上蓝板的干活,放在三年前,布鲁克洛佩斯还是一位功能性极强的大鸽子,当时,他场只能拿到二十家,并有着柔和的中距离投射手感, 但现在,大洛却成为一名只能拿到三百四十万美金年薪的中锋,在胡人的两年,将大洛的身价大幅缩水,不过,都被布登霍尔泽麾下,却给了大洛迎来生涯第二圈的机会,不顺在老鹰打造的体系,曾将获福得激活成优质的空间内线, 本来,只要熊鹿不对大洛的篮板球过多久,望,那么他就能成为亨森,伊利亚索尔和索恩马克尔等内线之外像模像一样的战略补充,寻秀大会,熊鹿拿下了迪文森索,后者是今年NCAA总决赛的MOP最杰出运动员,在那场争冠打战,这位意大利后裔疯狂红进三十一分,尽管,迪文森索的大学生涯总共就首发了手, 二场球,但他在最终四强期间的半决赛和决赛胜兵天降,让自己成为了维拉努瓦大学最重要的球员,突然间,他进入了了NBA各队的搜索雷达,这位1米93,身体条件出色的得分后卫,在维拉努瓦大学,最需要他的时候扛起重担,当然,摘下他,球队也是在赌博,毕竟,整个大学生涯, 除了最终四强的两场球,他极少成为焦点人物,但未来,证明是七号新秀却有机会证明自己的价值,并在未来逐渐的释放出前门,雄鹿是那样一类队伍,由于他们从来都不是大牌自由球员的首选之等, 因此,无论是选秀,还是做交易,球队高层都必须精明运作,容许他们犯错的余地很小,接下,雄鹿没有做成什么大交易,也没有高顺位选秀权,也没有留住前绑眼秀帕克,新赛季,他们也唯有靠内部毛钱提升战绩了。 感谢观看